历经大火浩劫 屋内交汇一片凌乱不堪 火调人员小心翼翼上楼拍照搜索 拿出手电筒 在毁损最严重的客厅仔细观察 这把火从二楼往上烧 而在起火点旁边刚好有一个神明珠 现在火调人员也进到屋内来仔细勘察 就是要确认起火原因 无情的恶火短短几分钟 夺走祖孙俩的性命 而男童的母亲在抢救后恢复了心跳 但仍在与死神搏斗 唯独外婆逃过一劫 附近居民表示外公与外婆离婚之后 人住在同一栋透天措 这一晚一家四口有三个人送医 还在治疗的27岁夜线女子 这些年独自抚养孩子长大 六岁的儿子也跟着她姓相当乖巧 我是她儿子的干妈 对我们每天早上都一定会经过这边 我们昨天晚上才一起出去吃饭的 他们昨天晚上才来我家 然后我是早上看到她姐姐传讯息给我 我就赶快过来了 亲友一早纷纷收到讯息赶来现场 还是无法接受 警销初步调查 起火点疑似就在神明厅周围 业者表示神明桌摆在家 务必注意小细节 老旧登具电线比较细 业者建议换成像这样子比较粗的 相对安全 另外偶尔也要检查电线有没有被老鼠啃咬 当心小小破损造成接触不良 走火引发意外 提问蔡明轻理姐 什么想不到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